我们选完了总统换美国要选了 先带大家看到最新CNN做的民调 这两个密西根州乔治亚州 都是在选举当中很关键的摇摆州 如果这次选举川普又变成总统 世界会变得如何 因为很多人怕川普会不会心仇旧恨 一起秋后算账 今天有位港星女星过世 大家都知道他以前演周子若很美 后来去演灭绝事态 所以川普看起来也是 之前的周子若之后的灭绝事态 是不是有可能 对你看他心里的仇恨有多深 来他的仇恨会对于全世界 引发哪一些连锁效应 他说他第一天就要把那个 抗通盟法案给废掉 那是拜登拿来补贴电动车 电动装基础建设 你把它废掉 那我们现在做很多的备货备料 相关的概念股会受影响 美国就可能再去挖石油 再去搞核能 接下来这几年你们都在调查我 那几个政府部门 比如说他们的NCC 他们的通信委员会 他们的贸易委员会 以后不要独立机构了 还给你任期制 以后都总统直接管 再来是司法部 这不是这几年一直在调查他的吗 加强控制 你调查我什么逃税 什么通俄门 有时候加强控制 这是国内的 所以大家一看 这个在做什么事情 加强国内控制 就在报仇 一看就是报仇 再来国际的事情 这两年的俄乌战争 拜登给了乌克兰很多的资源 让他去打这场照 那川普还不是 他去给你算钱 过去他就说北约要出钱 干嘛我们要保护你 所以第一个 他可能会退出北约 就算不退出北约 我们干嘛支持乌克兰 他家不进来干我们什么事 他有付钱吗 他什么都给你算钱 所以俄乌战争是不打的 到时候我们的原物料价格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波动 再来欧洲那些会不会被 这边可以报仇 那俄罗斯也可以报仇 那欧洲不就惨了吗 那再来去中东 我们最近看到拜登也在警告以色列说 不要打那么凶 大家反感很深 如果是川普上来 他很支持以色列 他更支持以色列 甚至他会更护短 那这样会怎么样 引发阿博其他国家的不满 我们就不满 你那么偏袒他 那会不会有别的国家 再来参战呢 那以后就不只是这样子了 对就不是你们两个打了 是打群架了 然后再来是伊朗 因为共和党的态度 对伊朗是非常坚决 他不能让有核武 甚至不惜动用武力 所以伊朗一方面会受到美国直接的再制裁 又压迫 另外一方面 你那么护以色列 让大家会仇恨更深 所以中东的局势会更乱 所以你反而会变成 这边可能打不下去了 这边打得更激烈 那到时候你的油价呢 是不是又上去了 那我们刚扶持前一段 油价跟美元又上去了 所以川普当选 对这个是有直接影响的 最后是他印太经济架构 因为当初欧巴马有个TPP 他把它废掉 那拜登有什么 印太经济架构协定 当然废你 还有气候协定 当初巴黎协定 已经被他退一次 再退一次 他以前就做过嘛 现在怎么会放过你呢 所以你看到 跟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 退掉 然后再来是 那个气候公约 这跟刚刚我们讲到 那个 那个 那个抗通膨法案 是同一件事情 他两件事情一起做 然后最后是亚洲 他跟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两年前 给他签了一个 两千亿的订单 也没有完全兑现 这个时候 要不要重启贸易战 另外一个 对台湾 对日韩来说 你要我保护你 要不要再付点军费 然后韩国也在抱怨说 那北韩有核子弹 我们也来发展核子弹 所以大家搞得一团乱 所以川普如果再当选的话 你要把这些事情 先列入 我们的情境里面 最近我在跟一些企业 在报告 在演讲的时候 特别提醒他 你要把美国明年 如果总统换了以后 政策上的改变 你要先预估好 不要等到到时候 川普当选了以后 会做什么 上次他当选 你不知道他做什么 这次你一定知道 因为类似的事情 他会在做 所以这个是川普在当选 标记制造业 是刚前面制造业 那我们接下来看 台湾的服务业呢 今年的服务业 其实表现还不错 这是2023年 对 今年41 比起刚刚那个制造业 才8% 9% 好很多 今年的零售 观光 空运 你看还买飞机 继续买 唯一比较辛苦的是媒体 我们啊 谢谢你们现在 还在看前线百分百 对好辛苦 媒体包含两个 一个是出版 是 另外一个是 我们的电子媒体 他两个都辛苦 因为现在的人都看 iPad iPhone 所以我不是前两年 出了一本书吗 对 那本书 距离百万畅销出 还差98万多本 快到了快到了 辛苦了 对啊 因为大家现在 没有在看书嘛 另外一个是 一般的电子媒体 现在你看 大家去订那个 什么网路平台 订一堆 然后呢 真正我们台湾拍的 辛苦拍的这些电视剧 看的人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个是我们 辛苦的地方 另外是 今年因为我们的 汇率利率 就是股市 上上下下 你知道银行 上上下下 对他的汇兑损失 对他手上的公债 影响很大 那反而是证券好 因为证券 你上上下下最好 你波动大 只要我有量就好了 对我们有量 我们大家 你最好短期 就给我上下 但是银行最怕 就是你给我短期上下 我们抱都是长部位 但是一般民众 在证券市场投资的 时间会比较短 所以他好 他不好 最后是不动产 今年没人看好 因为我们政府推了一堆 唯一是完全没有人看好 他很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那个什么房子业那种 很像 因为最近都是在提 打草房政策 所以他们今年先休息一下 那最后这个是营兆 你说营兆为什么好 因为他不用盖你不动产 他可以去盖公共工程 他可以去盖电子厂 我们今年很多 上次贵的电子公司 今年一到十一月 不是现真就在发债 你不是常常听到人家 问你要不要抽签吗 抽完签去干嘛 他们拿了资金 要去盖厂房 所以最近电子厂 所以以前我们以为这是一组的 同向的 以前我们以为这是一组的 但是现在逻辑是不一样的 有点不一样 好那看到明年呢 明年我乘胜追击 服务也会更好 所以明年不但是内温 甚至内热 媒体呢 当然也会有一些乐观的期待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 明年是银行好 刚刚你看到是银行普通 证券好 为什么 因为利率高 利率如果居高不下 银行是最开心的 是受利息的 对但是如果是证券业的话 他就会怕你利率那么高 那我们买什么都跟5%来比 我们怎么都不划算 不如就存到银行里面去这样 所以他会抢你的钱呢 再来是不动产 明年选完了 对 不管是要不要换政党 还是原来这个政党 继续换一个新的人 总的有点不一样的想法吧 因为你要拼经济 要不然是盖房子 不然买车子 所以从0到46 对 他们会觉得至少明年有转机 最后营造业就不用说了 他们刚刚已经找到新的利益多了 所以明年不会再更快 那他们明年关系有利益数呢 不动产有通膨 就会有需求 他不会死的 我们这两天不是公布说 我们台湾的物价上涨率 还有2%以上吗 我们的利率只有2 我们物价2点多 快要3 所以你存钱看起来不是那么划算 还是会想买房 但目前担心的是选举因素 那另外一个就是营造厂 他们最近已经有 好几家已经接到 科技电子厂的订单 它不只在熊本盖 它不只在杨利桑那盖 它台湾也要开始重新启动 因为景气开始 你们看最近只要 手机笔电网通开始卖得好 它的厂房产能 就必须要新开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注意一下 这个产能的开出来 最后这些我们都知道 以后恢复正常的 明年会继续维持下去 最后是银行 升息是它的利多 但是呢 证据拜托不要再升了 你再升下去 我们可能受不了 最近好像好消息也是 美国可能不会再升上去了 那明年 现在大家就在猜 是什么时候会降息 所以你会发现 明年的服务业 除了金融业会担心利率的问题以外 其实它们都是看好明年的 OK 好来下一页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再补充几件事情 也跟金融市场有关 一 大家最近在想说 美国也不升了 欧洲也不升了 下一个它在赌日本升息 但是我们就要很老实告诉各位 日本升息最多剩一%多一点点 一%四嘛 我简单告诉你 它就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为什么四分之一呢 这是有科学根据 不是我自己乱猜的 美国的国民所得 如果是100块的话 美国的负债是33块 日本如果国民所得是100块的话 日本负债是128 美国利率可以升到5% 每股每债受不了 对 那日本呢 它这个是128 它这个是33 它只要一除下来 就是四倍 懂了 所以日本只能升到人家四分之一 是 它就是那个借5000万的 这个就是借1000万 对对对 因为它的负债比较多 所以你能够承受5% 我只能承受1% 另外一个因素 我们来看另外一种 我们知道房贷 房贷有一种叫机动利率 对 一种叫固定利率 知道我们他们比较少看到这个 美国有 因为美国之前被人家伸罢 怕了 美国人90% 都是固定利率 他们已经怕了 2006 08年了 把他们整产了 所以这次都固定利率 所以你看到这次美国 虽然利率升很高 它房地产没什么跨 因为它都是固定利率 它只要不要去 换旧房子 买新房子 它没事 但是日本呢 80% 它都是机动利率 所以如果它的利率升到1% 它勉强还 勉勉强强可以支撑 如果现在一利率往上升到5% 日本的房地产也爆掉 所以第一个 从央行的角度来看 它不可能升级升那么高 第二个 从民众的房贷角度来看 它也不可能升那么高 所以最后就升到四分之一 那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的结论是 去年日本的钱被人家吸走 贬到150 所以我上次有在我的脸书上 你有看到安倍三件日元扁到150市场怎么解读 答案叫三件150 大家就会怕大家记不住 安倍三件日元扁到150 叫三件150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是因为我们的利差 你是5我是0 我的钱都被你吸走 所以就扁到150 那我现在就算升我还只有升1% 你还是5 所以除非美国降息 就日本就算怎么升也只有升1% 所以那个利差还在 你要去读说 我日本要狂升升很多 我看你是等不到 然后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已经连续11个月 他没有买美债 所以美国公债最近都急了 一个是美国联子人会在手表 一个是中国大陆也不用买 然后你知道中国大陆 他的美债到期 他那个钱跑到哪边去 他去买美金 因为这几年他在看 我们美国到处给人家制裁 然后我们常会受到美元的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不要买那么多美债 我们去买黄金 我们来看一下 2010年的时候 各国的央行跟政府 他们手上持有的黄金 只占整个黄金市场的2% 但是今年前三季 他们是24% 他们从2变成24 1%都被政府买走 那中间哪些政府买 你待会猜得到 俄罗斯 中国大陆 伊朗 北韩 他们就常常被制裁 就砰砰去买黄金 这几年你看到金价 跟那些央行手上买的黄金 越来越多 金价也就被他推到水涨船高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你看到美国 其实你看到欧美国家 他们手上目前是 擁有比较多黄金的 但是后面这些新市场国家 像俄国 像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也在急起直追 在跟你压黄金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黄金这一波的上涨 其实你会觉得说 你会想到一个问题 说黄金又不会升利息 我干嘛往黄金 美金有5% 黄金0% 为什么那可以涨 因为黄金现在是 当然拿来分散美元用的工具 你说我们叫去什么话 去什么不是常听到吗 所以他们现在要去美元话 我的钱都放在美金 我不保险 我要分一点 那黄金相对是比较好的东西 所以他同样是避险的功能 但是用的逻辑 另外一个他们央行买这个东西 他不是为了赚钱 他是为了怕风险 所以他为短期有没有赚 赚3%赚5% 他没有再跟你看那个 他要买黄金是要分散你美金 可能对他的冲击跟影响 这个是黄金 所以我们刚讲的一个日元 一个黄金 最后我们刚讲的 你吃那颗药 明年才发作 我们看下面这个虚线 过去美国升息的以后 这边是一年 这边是两年 然后这上面有两条线 这条虚线是股市 这个红线是债市 那他往上跑的就是说 他们两个在跌 往上是跌 往上是跌 他是说他的金融信用利差 另外一个是盈余殖利率 他两个讲的都是他在跌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跌呢 通常升息后 一年开始跌 什么时候跌得最凶呢 两年后跌最凶 所以这颗药你吃下去 照说是一小时以后 开始有点晕 两小时以后 整个就倒下 倒地不起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 你看到我们这一次的 那个金融市场 去年有没有跌 有有有 去年你一升息他就跌了 照说不该这么快 你看他去年一升息 他就跌了 原因是我们去年 在三月的时候 美国开始升息 当时股债市也在跌 其实股债市跌 不是因为升息 没有那么快 那时候升息才升那么0.5 那为什么 那时候是因为俄乌战争 甚至更早供应链就不稳定 所以你那时候再跌 也不是反映这颗药 这颗药的药效还没发作 通常你吃要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今年大家掉以轻心了 通常升息以后 两年以后会发作 是 第二个是美国银行 美国的联准会 借给他们的钱 对 明年三月也到期 这两件事情 会在明年的三月 一起发酵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 升息的紧收效果 新市场反而不会 你会发现是欧美日 他们是最明显的 一年两年 所以我们去年开始升息 明年的三月份 大家特别提防 因为最近美国的利率高了 美国民众消费受影响 对 美国最近的金融市场 这两天是因为美国说什么 不升息了 只是在反映他不升息 他只要不降息 你这个问题就一直无法解决 所以明年的三月第二季 你要特别小心美国的金融风险 最后在接到我们最近 一堆金融业 我们最近在开那个年底 那个说明会的时候说 明年下半年美国降息 但是原因不明 说美国经济衰退 看起来也不会衰退 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金融风险 因为你第二季股市大跌 你要知道这个联准会主席 在历史上 他是转换最快的 2018年 美股每再一跌 他就降息 今年三四月 矽谷银行第一共和 一倒他马上就救人 所以这一次只要 美国的股市再是 一有风险 下半年他就降息 降息以后 大家在等待了那个 翻转的机会就来了 太重要了 主任谢谢您 先请您回坐 好 今天亚洲好戏 我们延续这样的观点 来看看美债了 现在大家都压宝 升息到了末端 甚至于最快 明年三月五月 都可能降息 所以美债最近开始 谈了一波 幅度还不小快要10% 但是今年看美债 连看美债最准的分析师 都说这一波的美债反弹 可能不会到明年 是不是也看到了 孙主任刚刚讲的那一点 休息一下 期待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 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